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維尼時光 我是維尼 今天影片要介紹的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系列 就是大頭的扭蛋 耶 那這一款呢是 哆啦A夢的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之前哆啦A夢的 環保扭蛋的第一代 還有 小熊學校的 都超級可愛的 所以我很期待這一次的 哆啦A夢的 那這一次哆啦A夢的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 像之前的舊的款式 他是圓的 然後這一次就是比較 有一點造型 然後呢 小叮鈴他是最小隻 他的頭最小 你看他的嘴巴都突突的 這一隻也有 一點弧度 雖然我比較喜歡就是 圓圓的比較可愛 但是這樣 我拿到的時候也是嚇了一跳 好 那我們來開吧 然後他這一次的那個 底 底盤這個地方原本是圓的 然後改成了 有角的 然後我已經把那個 塑膠膜已經先拆開 我現在已經越來越會 拆那個塑膠膜了 喔這一款是 這一款是有 銅鑼燒的 欸他銅鑼燒做的很 很真實欸 就是 我覺得做的蠻好的 銅鑼燒的線 他的線 還有一點 就是顆粒感耶 有點半透明的顆粒感 這樣子 喔但是他的這個還是圓的 這樣塞得起來嗎 試試看 超可以耶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耶 銅鑼燒 再來拆紅色的 有這個好像比較緊一點 紅色的比較緊 欸歪掉了 OK 欸他這個 沒有放那個鈴鐺 可能已經塞不下了 再來拆 小丁鈴 小丁鈴後面有一個 超大的蝴蝶結 這個是 喔他這個也是改成 就是有角的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緊 不會鬆這樣 欸 是這樣子嗎 還是這樣 喔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OK 欸這樣就好可愛 蝴蝶結咧 好可愛 小丁鈴 其實我還蠻喜歡小丁鈴的 因為他是黃色的 OK 最後一個 這個是 有老鼠的 你看有老鼠 這款的 這款的那個 東西還蠻多的 這款的那個 小老鼠 他這個就是半圓的 不是 方形 但是 你看半圓就 很鬆 他的手 他的手 OK 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是今天的 四款 都超級可愛的耶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呢 我應該是最喜歡 吃銅鑼燒的 因為真的超級可愛 就是 一共有四款 第一個是 被老鼠嚇到的 都啦A夢 再來是很開心 吃著銅鑼燒的 都啦A夢 還有小丁鈴 跟紅色的 迷你多拉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換頭了 之前的有 小熊學校的 四款 這兩個先換 這兩個先換 噔噔噔噔噔噔 不知道塞不塞得下來 可以可以 超怪的 好奇怪喔 好像 好 再來 再來 這個 跟 哥哥跟妹妹換好了 哥哥跟妹妹換 這個還蠻正常的 這個就有點奇怪 這個更奇怪 這個也是 好 再來 這個 跟這個換 好 好像那個什麼 嬰兒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隻也好醜喔 怎麼會這樣 下一次呢 下一次呢 還會有 新的 這種大頭扭蛋 會是什麼呢 偷偷告訴你們 是 我最喜歡的 拉拉熊 耶 所以呢 還會繼續換頭 請大家盡期期待吧 掰掰 今天 做到 我們呢 我們會不會 然後呢 我們會不會